曾經在伊拉拉斯跟西利亞 哇 這個很風光的伊斯蘭國 他這個首都拉卡早就被攻陷了 他現在只剩下小小一塊土地 然後在死守 所以怎麼辦 因為就是即將要亡國滅國 所以這個 除了他本身的核心份子留下來之外 這個其他人都走了 為什麼要走 因為你以前很強的時候 你有佔據這個魔術 你有佔據這個集野顧客 你有佔據這個油田 你有很多的收入 然後你可以給這個戰士很高的薪水 然後怎麼辦 然後你們抓到了這個 敵對派系的女生怎麼辦 可以當性如理 所以以前的話就是 Riding Sun Riding Sun Riding的時候 你可以吸引很多人來 這個很多人他的動機都不一樣 有一些人就是來這邊 騙字騙喝騙性 有一些人來這邊怎麼辦 就是有理想都有 可是怎麼辦 可是 你現在不是啊 你現在是Sun Setting 而且Setting很高 你連他卡 手都已經不見了 只剩下一小塊土地 所以 所以你今天 來 從各地來的這些志願君的話 你是要走 因為你現在根本連薪水都發不出來 對不對 但是要攻擊也不夠 醫藥的攻擊也不夠 IS派完全崩潰 國際志工駐戰團當中的歐籍人士陸西凡 法國、比利斯、荷蘭等國 該如何處理這批激進伊斯蘭派的國民 你要怎麼處理的啊 是他一進機場馬上逮捕 然後就去審判 然後就關嗎 有些國家說 好名喔 Limiancy 寬容 你若是寬容對待 欸 不行喔 真的已經有些人 反國之後 你對他很寬容 讓他自由 結果怎麼辦 他就已經在你那個國家裡面 自己搞這一個恐攻 搞爆炸案 可是呢 你若是叛重刑入義 知道嗎 知道嗎 所有的這一種 激進分子判刑入義的經驗 都顯示出什麼 沒有人會回改 統合在經驗當中會變得 更爆裂更極端 那你若不把他判實行 他變得更爆裂更極端 有一天他出義 幹嘛 這是更可怕的恐怖 所以 歐洲國家現在就很頭痛 很頭痛 那我們現在來分析一下吧 伊斯蘭國戰士的組成分析 他是哪些人組成的 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種 就是他原本就是 敘利亞的迅尼派的平民 受到美國組合其 沙烏地阿拉伯的軍事 經濟的嚴重 並且訓練成為軍隊 意義推翻 親二親伊朗的 敘利亞阿薩德的阿拉威派的政府 阿拉威派就是什葉派的意思 也就是說本來 就是由沙烏地土耳其 這個美國合作 要把這個中東的局勢翻轉 要讓那個親二親伊朗 還有什葉派的勢力 讓他大崩潰的一個 作戰的這個目標 所以這個是核心分子 核心分子 再一個怎麼辦 再來就是從中東北非南亞中亞 前往著 因為你是在那個 這個西利亞跟伊拉克那邊打仗 那中東這邊 除了這個以色列之外怎麼辦 都是伊斯蘭國家 所以你這些國家裡面 當然都會有一些什麼叫激進分子 激進分子 那怎麼辦 那這邊 你看這邊 這邊 這邊中亞 這一代以子怎麼辦 都是伊斯蘭國家 那南亞也有伊斯蘭國家 你看巴基斯坦阿阿烏漢阿 孟加拉對不對 那個馬來西亞 伊拉 那個都是 都是那個伊斯蘭國家 所以呢 第二種的 就是從中東北非南亞中亞前往的 狂勒派的 虛擬 穆斯林 因為那個伊斯蘭國 他是以虛擬 虛擬派為號召的 就是要把這個 阿塞德總統 阿拉伯派 就是什葉派的小派 把他壓下去 壓下去 那第三種戰士是南無戰士 就是來自歐洲 白人國家的 穆斯林移民中的第二代 第三代 那這些人怎麼辦 失業 失血 那怎麼辦 他是沒有技能的低端人口 中國大陸 七族低端人口 那這些人怎麼辦 他在自己本國就是 很不爽 那就是也無所事事 那這個平常 你要知道這個一個 當初還沒有搞這個中中 這個伊斯蘭戰爭的時候 你去看那個很多的這個報道 報道 很多時候那個城市 城市的這個 附近郊區的貧民窟 常常都有暴動 對吧 就是什麼 就是這些人搞的 就是穆斯林移民當中的第二代 第三代 失血失業 沒有技能 然後他就低端人口 怎麼辦 他就是很火大 來到這個國家 沒有照顧我 讓我這樣子很難過 這是暴動 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不用在這個本國暴動 我還是殺人 還可以高薪 跑到這一個中東 參加這個伊斯蘭國 當這個聖戰士 聖戰士 Jihadist 聖戰士 我剛剛講過 伊斯蘭國在往上升的時候 高薪 那怎麼辦 然後這個彈藥 然後這個醫藥 都足備 而且抓到足夠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 其他派系 或是異教的這個女生 當什麼 當性奴隸 讓你可以性發洩 讓你發洩 第四 哪一種的 同樣 是這個 到歐洲區的這個 穆斯林移民的二三代 如果他已經是中產階級了 或是中上階級了 那這個在 在這個 他們的 研判資料上面 他們就發現 就是那個 最早的時候 就是有這個 電視上出現 這個 影帶 要把一個人頭 割掉 他們發現 他是穆斯林的這一個 這個 第二代 在英國怎麼辦 已經是這個 中上階層 很有錢 無所自事 這個怎麼辦 他是當聖戰士 那你要研究說 他這個 生活過得不錯 他就不是這一種 對不對 不是這一種 失邪失業 無所自事 平常就是搞暴動 發洩脾氣 他怎麼 每天就是那一個 就是這個 吃喝玩樂的 他幹嘛 因為他也跑去打仗 這個就是要研究 到底什麼原因 他要打球 而第五種呢 就是歐洲白人的 天主教儒或新教儒的子弟 當中的低端人口 也就是說 你是 你不是伊斯蘭的 你是天主教儒或是新教儒的 可是什麼 你是低端人口 也是一樣 失業失業 沒有技能 這個當然是對社會會很不滿 很不滿 我跟大家講過了 就是說 歐洲的這個宗教 基督宗教幾乎都是已經沒有用的 教堂都是空盪盪的 大家只信說有God 但是對於什麼 耶穌死而復活 不信 耶穌是 比如說明天聖誕節 耶穌是聖母瑪利亞 祂是處女 懷孕生長 不信 所以 歐洲的這些白人的宗教 已經算是空殼子了 那他是低端人口 也是一樣受失學失業 沒有技能 這支苦吹的 所以他跟這個一樣 他 就歸於什麼意思啊 他前往這個中東黨戰 改變命令 因為他一個改變器的話 怎麼辦 高薪 那怎麼辦 然後有這個 最好的武器 還有女人 他可能在自己本國 因為這個下神階級 教女朋友 要有這個性發洩就很難 如果到那邊去怎麼辦 欸 可以殺人 殺得很爽 武器又好 又可以挑了嘛 挑這個性母 對不對 第二個 白人中產子弟 中產學級 他受傳播迷惑 認為參與 IS很酷 欸 在英國 法國 美國 加拿大都有這一種 還有澳洲都有這一種 哇 他就覺得說 哇 好酷喔 拿著兩手 拿著這一個 最先進的這一個機關槍 戴著黑頭巾 哇 酷死了 這個就是 比較腦袋空空的 被人家這樣子 一直蛊惑蛊惑迷惑 怎麼辦 就去 他就去 他就去 他對其他怎麼辦 怎麼辦 就是說 他怎麼辦 他是知識分子 可是他已經怎麼辦 已經在他自己的世界裡面走到 老師有頂著薩波克 那樣的人 走到稀有主義 走一走到他真的是 就是男生毫無異議 對吧 所以怎麼辦 他試圖怎麼辦 找到異議 對吧 他去參加 看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 是什么 是人们所想象的天堂 想象的伊斯兰的天堂 想象的他所做的是跟他当初 那个穆圣在这个迈迦奈利拉 开始所创立的初代的伊斯兰教 那个时候建立的这一个乌玛 建立的这一个所谓的穆斯林的社群 真的是像一个天堂一样 公平、正义、慈爱的地方 他就是想要去找到这样一个意义 然后呢,老师呢 顺便就是要让你研究一下这个东西 这边有一个金字塔 金字塔发布为五层 第一层就是生与虚药 就是说十一住行 十一住行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要基本的需要 你要穿软 我要喝水 我要吃饭 我要遮风避雨 那我到底一定明明的话 怎样办 我的内分泌会分泌 我就需要sex 身体需求 你如果连第一个需求都达不到的话 就是非常长 非常长 你身体需求达到之后 就会往上升 你要有安全需求 我怎么办 我要有固定的工作 固定的收入 那怎么办 那我生命怎么办 要有医生 那怎么办 社会上的治安要良好 你有这个安全需求 security safety security需求 那有人知道怎么办 在往上升 你有怎么办 你有social的需求 你就说 诶 我怎么办 我就是要有家人 要有朋友 或者我要参加一些社团 都要跟人家怎么办 有这个connection connection 我才感觉到怎么办 我被接纳 我有一个sense of belonging 归出本 那再往上怎么办 就是尊重的需求 所以你就发现说 很多人怎么办 很多人到了某一个地步 怎么办 他想要当官 他想要当富翁 他想要当议员 想要当立委 想要当某某理事会的会长 就是尊重的需求 我希望能够有respect 好 那再往上怎么办 就是自我实现 自我实现 self-realization 或者self-actualization 这个自我实现 就是说 诶 我人生有一个目标 那怎么办 我要把它实现 自我实现 像我们这一个 比尔盖茨 或者是祖克伯格 Warren Buffett 对不对 或者是郭台铭 张松龙 曹欣臣 他们基本上都是已经在走 这个自我实现的最顶端 只是每一个人自我实现的东西 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然后其实还有最更上一层 更上一层就是超自我实现 超自我实现就是说 我找到什么 找到一个 一个机构 或者找到一个集团 或者找到一个团体 那怎么办 那我就整个人投进去 几个人投进去 那怎么办 然后就是贡献一切 爆炸一切 希望能够让 Make this world a better place Make myself and others better people And make this earth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the next generations 这个有一个就已经超乎了 超乎自己的这一个利益之外的一个 你要投入的这一个东西 那这个 通常我们常常可以利用Maslow的理论 来解释某些人 但是老师也要提醒你 就是说其实Maslow他是非常有名的 这一个Lambus心理学家 就是说他曾经在美国的加州系国 就是在一些公司做实验 他发现用这样一个模式 有时候没有办法解释某些人的行为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你认为真的每一个人都是要往上爬的 不是啊 像我老师带媒体在出版的时候都当过大主管 老师有亲身经验 就说你今天找到一个还算表现不错的人 跟他讲说我们总要帮你升官 那会加薪 他的反应你会很讶异 他怎么样 他坚持不要 你晓不晓得 为什么坚持不要 第一个你升官加薪 是好是没有错 可是意思是什么 相对带来什么 更多的压力啊 更多的责任啊 对不对 有些人不是啊 有些人他就宁可一辈子当一个小小公司 在我们报导说 我宁可一辈子当一个小小记者 小小编辑小小编音 你不要给我升组长 不要给我升组论 都不要 都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这个是压力 你叫给我一个温暖的小窩 就好了 所以 所以这个 这一个理论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 有些人他就是 停留在某个城市 他就 get stuck 就卡住了 他就不动了 不是要一直往上 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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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